下面呢我们讲一讲这个法治和这个计划经济和这种计划经济的关系 同时呢再讲一下这种经济自由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冲突 这个上我们下面再用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 首先呢这个法治这个概念实际上咱们今天可能可以说是 也是一个double talk 前面讲了double talk 这上也是一个double talk 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定义 已经在不同的这个已经在在在在在某种环境下 已经完全被被被这个扭曲成另一个方向了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真正的法治 按西方的法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它就英语叫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 是rule of law 这个治呢上一个法治在中文正好恰好也是有两个治字 一个是制制度的治 一个是治人的治 OK这里呢是制度的治 就是要要要这个而不是去治你 而是制制度先把制度设好 如果rule of law上这个概念实际上在西方是是从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是一个西方的这种这种制度下的一个传统的 很有很早的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里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把它讲清楚 这个rule of law到底这个法治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方的法治 它的意思呢就是在这种公共环境下 我们制定的任何准则 OK 一定要固定下来 同时呢 要提前固定下来 这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固定 一个是提前 就是我提前就把它固定下来 然后呢 这个固定就不变了 当然要想变的话 要经过一个很严谨的法律秩序 大家统一通过才能变 不是一个人随意想变就变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OK我这个制度制定好了 提前制度好了以后 我就是等于是带有 就有点像blind的一样 我对社会上的任何一个群体 就有一定的盲性 就是盲性 就是我不是针对给你任何人特权 任何人的这个preference 我提前就把它定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以后 有什么优点呢 优点就是说 我一旦这个制度定下来以后 非常清晰的定出来以后 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任何人 可以很清楚的 而且比较有确定性的知道 这个权力机构 就是政府 如何实施这个这个制度 OK 如何去这个执行这个制度 而且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前提下 我就知道 我如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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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制度相关的 触犯了一些制度的一些 边缘的范围 政府会如何的去反应 响应 就政府利用这个制度 怎么样去去去应付这种情况 OK 那么在这种法治的这种 这道这个法治体系中呢 它实际上呢 是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它对人不知道 就是这个体制做了以后 针对谁 它并不知道 针对什么目的 它不知道 针对未来出现什么情况 它不知道 就是这个法律制度制定的时候 它这好几个都是未知的 未知是谁将会这个法律被执行 是为什么目的执行 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OK 是在什么情况下 这些都不知道 而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法律体制下呢 你可以去自由的做你自己的事 只要你不触犯 不触犯这些具体的法律 但是一旦你触犯了 不触犯的话 那么政府对你来讲 就是没有 这法律就跟不存在一样 但是你一旦触犯了 你就知道这法律 对你的应 就这个应对 是法律的惩罚 或法律的约束 到底是什么 你非常非常清楚 OK 非常非常清楚 同时呢 这个法律呢 不可能 这个 针对某一个人 不是说这个法律 我就是对着他来的 不但像那希特勒早年 那个在这个纳粹期间 那那法律一看 那就根本就是很随意的 我就是针对犹太人来的 那纽伦伯格法律 那明显的就是针对人来的 那根本不是说那个什么 所以一个好的如摆罗 它一定是一个 就是一个blind的罗 就是一个俩眼一闭 我就定了这个罗 OK 我不管是对谁 所以呢 它某种意义上呢 像学理工科的人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喻 就是这个rule of law 到底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 像我们做这个程序 编程序 这个C语言 C program 里面的那个syntax 里面的那种 各种那个 那个语言指 语言的那个 写语言的那些规则 或者像那个language 里的grammar一样 或者像一个地图里面的 那种地图的坐标系 OK 或者是像 这个交通轨子 交通规则 OK 红灯你必须停了 绿灯可以走 然后右拐弯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像各种各样的语法 就是它是一些规则 它并没有任何目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C程序 对吧 C程序 你那个language syntax 那syntax很简单 包包的一本书 就把它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非常非常清楚 你写这个C language 一旦你碰到任何的和这个syntax 不相容的话 你那compiler的汇编器一定会把你挡住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它的规则 OK 但是你一旦违反规则 你可以到你书里去查 哦 这规则我在这里 我忘了放了一个分号 忘了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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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号的左边不能复制 OK 就是类似这种类似的概念吧 这个 这个 等号右边或者左边 你左边都可以复制 anyway我这说说错了 就是这个 这个类似吧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很简单 可能 比如说一个左括弧 你必须有一个右括弧跟上 就是很简单的路 但这个路 下面呢 你可以愿意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每一个人写的C program 可以是花旗百 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 你一旦是不尊重这个规矩 那你可能你这个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rule of law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不老的话 你刚才还是回到刚才讲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rule of law 一个法治体制下 每一个人 他完全可以对自己的行为的 未来 行为 发生的后果 可以做一个预计 这个后果或者触发法律 或者没有触发法律 OK 他可以做 如果触发法律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 他非常清楚 OK 同时呢 这是个人的角度 同时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 他无法去 anticipate 他无法去预计每一个人会做什么 每一个人只要在我的法律之内 你愿意做什么 做什么 我无法去预计你 我也无法去预料你会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OK 所以在这样的话呢 像这个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法律法 这个rule of law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并不是政府有一个什么命令 让你去做什么 或者一个什么政策 你必须做什么 或者必须不做什么 而只是说 我只给你画一框架 这框架内你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同时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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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ule呢 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什么呢 是应用于对所有人都可以应用 对所有人都应用 都可 都适用 对所有人都适用 同时 尽管 有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条法律不公平 就是unjust 就是我在这个不同的角色 在这社会里 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东西对我不公平 那对不起 对你公平不公平 并不是因为制定法律的时候 对着你来的 而是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就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那有可能呢 这个时候呢 你呢 就是这个 就 你要不你就改变这个法律 你就通过这个正常的法律程序 或者通过国会 或者通过人们去改变法律 或者那你就没办法 你就只能去这样去接受 当然 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的越少越好 同时呢 就打还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说 大家呢 这个开车一样 都在路的右边开车 对吧 不管是你在左边还是右边 OK 你都可以开 但是呢 我们规定呢 是在美国 至少在中国 你都是在右边开车 你不能在左边开车 在左边开车 违法了 那你就说 我就喜欢在可不开车 我这个人就是在澳大利亚 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 我就认为左边开车 对我来讲 最最最最这个 最适合我的习惯 那我就愿意在左边 那对不起 对你不公平 你就只能在右边 因为这个制度下 你只能在右边 我这个道理 大家一想就通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呢 每一个人不但可以知道 他自己的行为 对社会产生什么样 就社会 就是政府的这个权力机构 对他有什么样的反馈 就是他的任何行为 同时他也可以知道 其他的社会 其他的人的behavior会是什么样 就是大家都会预计 互相在这个法治范围内 他的behavior是什么样 你可以看看美国的早期的西部片 对吧 西部片里面 那时候在那个牛仔盛行的时候 那最早期的时候 那个西部大开发的时候 他有枪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我就看你不顺眼 就可以给你干掉 那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干掉别人 别可以干掉你 那这这事不就乱了吗 但你现在 你当然就是有着法律 这这你就不能这么做了 对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这种法治 就是这样的rule of law呢 它实际上产生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OK 经济上的不平等 这个不平等呢 并不是他刻意产生的 而是他的结果 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经济上不平等 因为什么呢 这个同一个制度 OK 同一个制度 OK 在这个不同的人身上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OK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但是也可能 在不同的人身上 产生同样的效果 那么这种效果 很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不公平 有的时候就是不公平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你只能就是不同的 那个什么 OK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 像比如说像那种 就说你就跟大学考试一样 对吧 你考试成绩都是 我就说你过一百分 我就是录取你 不过一百分就不录取你 这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因为在大城市里 正受教育还好的人 他很可能就可能 更倾向于高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可能性 所以就说 就说这种rule of law 并不是perfect 没有任何东西 是完全是完美的 OK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对于不同的人 OK 但对于不同的人 我给你同样的机会 因为这rule of law 我是对不同的人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倾向性的 就是这个 我这规定就在这 我不管是什么 都是用同样的规定 OK 那么这个规定呢 就很可能呢 就和你的具体的 具体的个人的情况呢 就有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产生的效果 很可能就不一样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呢 实际上呢 这个rule of law 这个hiaug的角度 非常重要 是在哪呢 它实际上是 legal embodiment of freedom 它是对自由的 一种法律体现 就是这种法治 实际上是 在法律上的 对自由的一种体现 或者自由在法律上 的一种体现 因为什么呢 大家呢 这个rule of law 它means what 它最关键的什么呢 就是equality before the law 就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这是最关键 人人平等 我不管这个 这个你是什么人 你是平等的 尽管这个平等的效果 有可能是不公平 但是你是平等的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康德 康德 德国有一个哲学家 康德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这是这个 海亚克 就quote 这别说我也看到了 他说 man is free if he needs obey no person but solely the laws 就是当一个人 ok 他服从的对象 只是法律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这个人是自由的 这个人是自由的 所以法治的概念 是这样一个概念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说这个法治 实际上和这个计划经济 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冲突 有一个根本的冲突 我们见这个 海亚克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论述 就是为什么这个冲突会存在 就是你要计划经济 你就不能有真正的法治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意思 首先呢 就是计划经济呢 他本身呢 他不可能 因为计划经济 他是计划整个社会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如此庞大 如此含混 如此的这种 这个 这个不确定性 使他呢 很难 就是不可能 ok 不可能使这个计划 和一些规则 完全在提前就定下来 就是这个计划 和他的法律规则 不可能在这个计划制定 制定前 就已经定死了 因为你一定定死了以后 这规则肯定 迟早会和你的计划的细节 产生矛盾 那你产生矛盾了 你的计划就不能往下走 或者说 你就得要破坏这个制度 ok 所以这不见证 就是在这 因为这个计划 不可能详细到每一 不能一直详细到底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计划呢 你必须提前的 把所有你能想到的 各种可能性 都要纳入你的中心计划之内 而这里面包括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包括这种各种各样的 resource allocation 就是对不同的这种 这种产业 对不同的社会阶层 对不同的这种资源分配 对所有的这种产品 原料 房地产服务 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中的 每一个环节的价钱的定价 包括你政府 补给 就是政府的这个贴补计划里面的 优先性 你先给谁多 给谁少 先给谁后给谁 这些所有的细节 都属于中央计划之内 而这些情况 这些竞争计划 你是不可能 在你的计划中 一下全写出来 就写出来这计划 可以想象这个计划得有多巨大 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计划 你再再怎么写 你不可能 按照这个写的完全 因为你在实际情况都会出现 和你的计划有差异的地方 OK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什么 在这个计划中呢 你必须呢 通过你的计划 来影响 这个社会中的 个人的行为 因为这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计划中必须 要控制每一个人 个人的这种 经济行为 和这种其他的各种的行为 而更更更恐怖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 在你的计划定下来以后 不管这个计划是大的 粗的 细在什么 他具体的对你的计划的反馈 不一定是你 你预计中的反馈 不一定是你预计中的反馈 换句话 你制定了一个什么计划 你想让他去做这件事 很可能他真正做的恰好 不是你想让他做的那件事 OK 所以这个商在这个市场经济里 出现太多了 太多了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 在美国最典型的一个最低工资 这实际上就属于社会主义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我可以把最低工资提高 就社会最低工资提高 为什么提高呢 可以使这些 挣最低工资的人收入提高 听着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是吧 最低工资 把收入 挣钱最少的人是最穷的吗 我都把最低工资 每小时最低工资一提高 这些人不就是 就是收入就提高了吗 大家等于是收入高的人 就等于变相的给他了一些小的补偿 但是他没有看到是什么呢 你这一提高 那雇用最低工资的那些雇主 因为成本提高了 他雇的人就减少了 他本来可以雇五个小工 结果他一看这么一算 干脆我雇四个吧 让这四个人玩命多加点班 跟他说 你看最低工资提高了 你涨工资了 你对我多干点活 最后什么 失业率提高 所以就是这种 比如或者说 还有一种社会主义 在美国也实行的 就是那种 Rental Control 就是租金保护 政府突然规定说 在某些穷人区租金 不能涨太多 不能涨太多 使这些拥有房子的人 就不能涨租金 目的是什么 是保护这些穷人 收入低的人的租房子的 消费水平 结果听了 这很好一主意 实际上正好出相反的结果 什么呢 因为你租金不能涨 这些房东呢 他就不去修改 不去改善 他的那个房子的环境 他说反正我 我这租金低于市场 我就不 我就有毛病 就不修了 这房子坏了 你那个房主 房东来说 你给我修 我对不起 我就不修 因为你要是你不住 我再找一个人 反正租金便宜 结果呢 租金的人也不搬 永远就 有时候住几十年 所以一旦是rental control 出现的这些neighbor 或者里面的房子 是最破最烂 最最 房租房价也上去的 正好是 而且住进去的人 也 也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怎么说 就是那种 住的那种 本来是 800块钱的房子 他结果住的房子 就确实是 烂得一塌糊涂 就是穷人 变成贫民窟 OK 所以这就是 很多的behavior 并不是他自己想象的 OK 换句话说呢 就是政府的这种计划经济的这种细节 越细节 就使他对这个计划经济中的个人的这种经济行为的预计性越差 他计划的越细 他计划出来的效果很可能就越差 就是越不准确 越不准确 不能说越差 越不准确 OK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计划中呢 你必须呢 要平衡很多各个群体 各个个体 各个企业 各个阶层的互相的利益关系 因为这个计划永远是一个相对的 不是一个绝对的 绝对我给每人都让你 每人家里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金子贴面 贴地面 然后是什么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你给他多点 那就给他就得少点 他永远是一个互相的平衡协调的过程中 过程 OK 而这个过程呢 在社会中的这个阶层这么多 你这个平衡必须是整个社会的平衡 因为因为你 你任何一个阶层的受到的影响 都会波及其他的阶层 如果你这个计划是分 是独立的分 分部门的这么计划 那计划完了以后 每一个部门都想把自己这个部门做的最好 结果对其他部门的影响 他闭眼不管的话 其他部门一定受影响 那最后一定要统一到什么 统一到顶层那个计划者 这个计划者他一定要统筹的去计划 可以想象这个计划有多难 OK 这统筹计划有多难 所以集中性越强 这个上面这个统筹计划的这个独裁者是越难 越难 越难去做这件事 还是回到前面讲 他难做了最后怎么办 那就强行强烈之就是强迫执行 强迫执行我认为是最好的方法 那中间就会出现很多人心不情愿了 没有得到最好效果 所以呢 他不可能公正的这个这个这个平摊 或者公正的分配这种各种利益关系 而且呢 这种利益关系呢 是不可能通过法律之的手段 太复杂 太多样化 太变动性太强 OK 就是没有固定的什么 那怎么办 那只能去强迫他们去去执行 强迫他们去执行 那么强迫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作为中心的这种最高的这种计划的这个计划者 我最后就达到的效果 就是我可以决定哪些人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得到什么样的reward 或者是这些人的生活的这种水平是在多高 说我来定 那当然换一句话说 另外一些人生活水平多低 也是我来定了 OK 也是我来定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等于决定了什么呢 谁可以富 谁可以穷 谁可以有特权 谁可以没有特权 谁可以有政府的倾向 谁可以没有政府的倾向 这都是我来定 OK 不然的话就无法 没往下走 随着这个计划越来越深入 越广泛 越细节化的话 随着这个计划的决定权 越来越集中在我一个人的手里 那么我整个的这个手里的这个这个决定权和我制定的任何的法律之间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这个矛盾 因为我的决定权就越来越随意 那么越来越随意 那我只相对的法律就必须越来越模糊 因为相对的法律如果越来越具体 像刚才前面讲的法治这种rule of law 那么具体到什么 我的任何决定很可能都和那法律有冲突 那我为了避免冲突 那些法律必须制作的非常制定的非常模糊 OK 法律制定的模糊给我一个这种最高的这种制定法律 制定这个这个计划的这个人的这种自由度就越高 因为我有自由度有不确定性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可以就产生结果还是什么 就是我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歧视性 有不同的特权性 都是我来定了 和法律已经慢慢就脱节了 就没有法律的受不准法律的影响了 OK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么当这个政府政权最高政权对他的整个的计划的这种效果产生的效果 OK 他可以预计到假设他可以预计到 OK 他假设刚才说是很难预计到 那么某些东西他是可以预计到的 那假设他可以遇到这些结果 那他这个结果一定是有一个取舍的过程 就是说我这个结果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OK 那假设我做这个计划这么执行 对谁有利就不利 比如说我现在突然说我把大米的价格突然涨高五倍 那显然对种大米的人有利 对吃大米的人不利 这是我了 那实际上我涨高五倍 那就是对谁有利 那等于是说我在倾向于这个种大米的人 OK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于什么后果呢 就是我这个制定计划的这个人 实际上本身就有倾向性 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性 我不可能让他完全公平 因为我怎么做 很可能都有一个吃亏的 有占便宜的 因为这个规定是随意的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的规定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法律了 我的规定就变成法律了 因为我的规定必须是法律 不可能和现有的法律有冲突 那现有的法律一定不能以这个工作规律有冲突的话 那我的规定就变成法律 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政府的这种政策法规 这所谓的政策法规就出来了 对吧 一会是什么调控房价要高 调控房价要低 什么什么几年内不能买不能卖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这种细节的这种 咱们以房地产为例 中国房地产为例 这种细节的就房地产的调控 这都是中心计划带来的这种随意的超出法律之外 因为你真正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下 买卖房子就跟买卖股票一样 我想买就买 想买卖就卖 我的价钱完全由市场上来承受 但是呢 在这种计划的情况下 不能这样做 那我就必须通过上面来做 那么下面来做 它实际上就在决定 我现在是向倾向于买方 还是倾向于卖方 我倾向于卖方 我倾向于什么样的卖方 是卖方已经有五年以上的 是有多套房子的人倾向 还是有少套房子的人倾向 然后我是以怎么样 我任何的一个规定 是不是会以那手里有无数多房子 人对他有利还是没利 不管我是想支持他反对他 上我的决定都等于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是对他 我是想保护他 还是想破坏他 我是想倾向他 还是不倾向于他 实际上这就变成这个中心的这种计划 把经济最后到就是 Consequence就是这样 可以想象这是1940年43年写的 在今天太适用了 在今天的这种 咱们就以房地产的中国环境 这不就是在描写中国 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吗 他的上级上边的那个计划的 那个人的任何的政策 是超出法律之外的 然后他的他的目的 一定是他在选择在在在做某一件事 而且有随意性 有arbituriness OK 然后是在法律之外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政策 政府呢 他完全有能力 OK 有能力 或者有权力 去把他的这个思维理念 强加于这个老百姓头上 不管这所理念 到底是有道德 还是没道德 到底是正确的 是错误的 是合理的 不合理 公平还是不公平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亥格讲 这个这个同样的这个 situation呢 不管你是nazzi 还是communist regime 最后都是一样的 都是类似的consequence OK 都是类似的consequence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 回到这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法治 就是rule of law 和central planning 这就是 这就是两个相不不相容的东西 两个不相容的东西 在rule of law上 就有点像rule of the road rule of the road 就是就像那个道路规定的 那个左手左手右手 就像那个 公主高速公路的交通法则一样 而central planning呢 是other people where to go 就是我不是在法律上 我不是把路上的归路上的黄线 双黄线 单黄线 画好 左边右管 红灯绿洞 不是做那个 我是做什么 我让杠你往哪走 我就杠你 你到这左转弯 到那往右转弯 我是在指挥每一个人 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central planning 而不是去 把这个路上的路标弄清楚 OK 那么rule of law呢 像在这种情况下呢 和这个和这个计划经济 是完全是是不可能兼容的 换一话 计划中计划经济中 不可能有真正的明细的法治体系 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讲 原因 这里面讲 他在从另一个角度讲 就是政府的强迫执行力 OK 不可能 也不应该在这种计划经济下 受到预先制定好的规则的约束 所以这个hiaq的角度 就我并不说谁对谁错 我只是跟你讲 你要想做这个 你就不能做这个 你要想做central planning 你的这种强制的政府的 强制执行的这种权利 OK 就不应该受到提前制定的 法律制度的约束 不然的话你就无法执行 那就换句话 你就不能有 rule of law OK 你要是有效的执行 你的这个政策的话 就是planners must have freedom of arbitrary action 就是你必须有随意的执行 你的政策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种环境下 政策有高强度的随意性 这种随意性可以随意到 今天是什么一个规定 明天的出一个另一个规定 后天又一个规定 就来回在这么 就是让你这个摸不着北 因为这个规定是为他的调控中 必须产生 有时候他并不一定是恶意的 想整理或怎么样 因为他的计划 中心计划的东西 最后就产生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使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解脱 因为他的计划不可能到位 他最后只能是这么做 OK 那么 所以 这个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当这个权力拥有者 他一旦决定他这个政府 为了他的计划经济去做something 去do something 去干任何事情 这件事情一定就成为了一个法律规定 就成为一个法规 OK 而取代了 或者是超出了 或者取代了 rule of law 因为这个规律规定是肯定是刚刚出来的 OK 也不是以前制定好的 OK 那么你可以想象还是这个权力的问题 那你可以想象这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权力没有上限 因为我的规定是随意的 我的规定是超出法律的 那我的权力基本就是说 就等于是法律 我说什么呢 就是法律 那我说什么法律 我没有权力没有上限 那 这就是totalitarian society 或是despotism society 或者是这个dictatorship society OK 这就是这个最后这个rule of law 和这个集中计划经济之间产生的矛盾 最后呢 rule of law是丢掉的 你指纹了什么 好 我们再和计划经济和这个选择权之间呢 再论证一下 这个论证呢 就是说 这个老百姓之间 老百姓的个人的选择权 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冲突是什么 这个冲突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任何一个计划经济呢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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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这个宗旨就是什么呢 我要在经济上进行控制 和和这个这个这个统一控制 统一指挥 那在这个前提下呢 就是说 这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呢 必须通过少数几个 quote unquote 这个括号里面的 对经济真正 真正懂经济的这种专家 来控制 因为你你外行不能去管这个事 你必须找这些专家 ok 那么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这个经济的这个总设计师 或者这个总头 或者这个总权力掌握者 他 必须 不能受到 各种民主的牵制 民主体制 民主手续 民主程序的 牵制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受到牵制 换句话说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的命脉的控制权呢 等于是完全在他一个人手里 捏着 那 那那那这个对老百姓来讲 实际上 你还是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老百姓 你必须让他 心服口服 你 凭什么我的 这个经济权力 都放给你手里 所以呢 很多这计划经济 他一个在宣传手段上呢 他总是来强调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经济的控制只是我们来计划 我们只是控制经济上的东西 OK 尽管呢 这个政治上的独裁 政治上的这种control呢 可能不是好事 我们都希望民主 我们希望政治上呢 每人有自己的这个决定权 这个上 这这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 但是呢 经济上呢 我来统筹管理呢 是对你们好的 对你们大家好的 因为什么呢 经济上呢 实际上呢 是这个经济上的自由呢 不是最重要的 政治自由最重要 所以这个 这个还是 这个 这个四几年的时候 欧洲有出现这么一个 一个趋向 趋向就是这个经济自由 可以为政治自由服务 首先政治自由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经济又可以稍微牺牲一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有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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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 你 你放弃 我来自由的帮你管 然后你呢 就去考虑你其他该考虑的 更高价值 高大上的 这种其他的自由的理念 OK 这时候某种权是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实际上在这个 其他地方称好 就是这两个自由 你哪个也没拿到 那么right to choose 就是你这种选择权 你的这个对经济上的选择权 控制权 基本就被就被剥夺了 那么你被剥夺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你的你的这个 这个控制你的经济命脉的 这个这个对方呢 比这个垄断还恐怖 OK 就是过去的讲的这个 马克思讲的这个垄断是最恐怖的 因为垄断他如果你你所有的这个市场 所有的大米都是一个人生产 他可以随意定价 可是这个呢 是比那个还恐怖 因为他控制了不只是大米 他控制了白面 控制了玉米面 控制你的衣食住行 全控制 这项比你要恐怖的多得多 OK 所以呢 实际上the power of the planner is more than that of a monopolist 就是你这种计划经济的这个 这个这个主持 这个人 这上面的顶层的这个人 他的权利上比 比所有的最大的独裁 不是独裁 独裁最大垄断还恐怖 因为什么呢 这个他可以决定 OK 他可以决定这个 这个尽管是你手里有钱 你一样去干什么 但是你可以花的买的东西 都在我的手里控制 全是我的手里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我还控制你的生产 就是因为我是垄断 我不光是垄断你的 吃着用的东西 我是垄断你所有的生产手段 这个政府在计划中 他把所有的中文也给垄断住了 垄断住了我什么 我可以决定你到底 OK 你到底市场上生产什么东西 生产粮食 生产大米还是白面 还是什么 各种服务产品 工业产品 农业产品 到底市场有什么 他的生产什么 提供什么 分发什么 全是我来决定 而且呢 我还可以决定 谁拿多少 谁拿什么 谁拿多少 然后呢 我呢 这个整个呢 我还可以决定 给谁多 给谁少 而你呢 就老百姓 你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你完全就在我的这个控制之中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呢 OK 我既因为我还要在这生活中 生活在这社会中生活 我肯定是在这个社会中 生产的一员 就是我不但是消费 我还会生产 我是参加生产 我在工厂 还是在企业 还是在哪工作 我还为社会做贡献吗 我肯定要参加生产 但是我生产 到哪去生产 已经不是我来决定了 是由上边人决定了 不是说我想选择哪个职业 选哪个职业了 他决定 我要在哪个地方工作 他决定我可以干什么 可以在什么样的行业工作 他决定我的报酬是什么 而我们自己呢 就等于是在这个社会中呢 等于我的工作就被被拴死了 我被拴死了 我们不可能到其他 对我自己更希望去工作的地方去工作 我成为这机器的一个环节 而且我还不能离开 前面也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在苏联的时候 你被送到拉改营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这公司 晚上了几天班 晚上十分钟二十分钟 实际上呢 你早上晚上 本来在那也是摩阳工 也没用 但是那也不行 OK 你也可以什么 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禁令法令 你必须执行 你要不执行 你就犯触犯 触犯我的这个整个的政府的这个 括弹括的法律了 这样的话 你作为 你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 OK 实际上呢 你的处境 比那种手里没钱的人的处境 很可能更悲惨 手里没钱 他可以想 我至少我没钱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工作 或者没有找到合适工作 我可以争取去找 但是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的一切都是被别人定了 你想离开都不能离开 你想离开都不能离开 所以实际上这个 这个也三几年的时候 美国大萧条 然后美国有很多美国人 最后跑到苏联去 他当时因为受到苏联的 那个那种政府的宣传影响 以为苏联是 是这个斯大林 工业化什么 机会很多什么 他们就去了苏联 结果后来很快就发现 布林到那儿就发现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他说这一定有根本 最后又往回跑 又往回跑 当然在大饥荒的时候 有的时候往回跑 还给抓起来 送老感赢了 所以这种计划经济 和这种经济上的自由 有一些fundamental conflict 有一些很严重的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矛盾 尽管刚才讲计划经济 它的最初的初衷 是什么呢 就是计划经济 可以使我们整个社会 和这种自由恶性竞争 他讲的恶性竞争 或者叫什么 那种弱肉强食的竞争体系 相比 我的计划经济 可能会生产力会提高 生产力会提高 但是这个实际上 后来已经发现 根本这就是bullshit 根本不可能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由于这样的话 后来这个claim 慢慢就给放弃了 大家就不这么说了 早期推崇计划经济的 他把这个计划经济的原因 给换了一个角度 他说呢 他不说了 有生产力提高 而说什么呢 计划经济 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分配的效率提高 OK 经济分配的效率 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 然后呢 经济分配的效率提高 经济就是财富分配的效率 和财富分配的效率 不但效率提高 而且是更加公平 equitable 更加公平 OK 那好 那下面就问题了 问题了 这个公平是谁来定 怎么样来定 那公平实际上 本身就是有两种解释 一种呢 是egalitarian 英语叫egalitarian egalitarian是什么呢 就是公平 就是所有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挣同样的工资 不管你干什么 不管你是干 你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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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学物理教授 是什么 这个外科手术顶尖的脑 脑外科医生 还是那门口看门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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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草卫生的 你们两个人的公平 工资一模一样 OK 这是一种公平的方法 但这种 这种 egalitarian 这叫 这叫公平 真正的公平吗 对吧 那个大学教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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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的手术 高手术的医生 他可能经过了 十年 十五年的 这种非常艰苦的 培训 艰苦的学习 手段 才达到那一步 你呢 你 你什么都没做 那到底是不是公平 对吧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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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 就是公平的机会 咱们先把公平机会 放在那里 有公平机会 就是你 机会是平等的 但是你上下 是完全你决定 这张就和那个 柏拉图的早期的 那个理念的 YouTube帮里面 有点类似的 好 还回到这个 Egalitarian的这个公平 彻底公平 彻底平等 OK 那么彻底平等的话 这本身 这是一个很机械化的平等 显然这种平等 是不会公平的 不会公正的 而且不会做出 最佳的选择 OK 最佳选择 因为最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劫富 劫富 即穷 OK 就是等于是说 你可以想象 在美国 Bill Gates 那个Microsoft Founder 把他的钱给 全给 全给分了 分的全美国 每人一人拿两千块钱 然后他跟我们 大家都一样 这公平 对吧 这显然这是不公平 所以这个就说 这个计划经济 最后就是说 我们社会公平 显然这也不成立 所以这个初衷 第二个理由 也是不成立 那反过来讲 什么样的是公平 就是这个 Economic Freedom 就是经济上的自由 一定是选择的自由 OK 选择的自由 而不是被选择的自由 是选择的自由 那么选择自由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每一个人 我都有自己的权利 去决定我要做什么 我可以 我有可能是 经过我的努力 我可以当一个 打授教授 我如果 不愿意经过努力 我就 我对这个门口 给人看门扫地的 我也觉得知足了 我什么都不做 在家就是 悠哉哉 少挣点钱也行 但是这个自由 是我来决定的 那么这个决定 带来的后果 是我自己承担 它带来的后果 和带来的风险 都是我自我 自己来承担 这个是真正的经济自由 那么经济自由 是其他所有的自由的 前提的必要条件 包括政治自由的 必要条件 OK 那么经济自由呢 至少呢 是不能 把它解释成 别人来控制经济 别人来自由的控制经济 我只来被控制 OK 我必须是经济自由 包括这个选择权在我手里 而不是让他去自由的 去决定经济 我来自由的去不想经济 就是你得到自由 你不用想了 你这不就自由了吗 不是这个 是我一定要有 我自己的控制权 OK 所以经济地自由 一定是 OK 是自己的选择权 自己对经济的参与 对不同的经济的这种领域 行业 职业的参与 同时 自己必须去接受 我自己的决定 带来的任何的后果 好的后果 坏的后果 使我发财 还是使我 这个白费力情 这都是我自己 愿打自招 愿叫什么 愿打受罚 什么 这都是我自己承担 承担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是真正的 经济自由 所以这个经济自由 显然和这个 和这个中心计划的 这个概念 又是相违背的 所以中心计划 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 一定不可能在一个 被控制 被管理的环境下执行 所以这是这一章节 那么 那么那么下面最后一个节 呢 我们会讲一讲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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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和 freedom和 socialist 就是这种 这种安全性 社会的安全性 社会的自由性 和社会的公正性 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什么关系的 这种安全性